大家好我是曼士德 今天我們來坐四驅車 這次坐的這台我本身非常的喜歡 而且這個版本更是特別 就是這台 極速複蛇香港偉高模型黑色限定版 這台是2015年由日本田工 與香港田工模型代理商 偉高模型一起推出的紀念版本 之後在2018年 也有一起聯手設計推出香港計程車的版本 這台極速複蛇還有原版跟靜態車版本 但是都已經非常難買了 就算買得到也是非常的貴 真的很希望這幾台還能排入再犯的名單 這台極速複蛇 誕生在第二季的第42話 已經是滿後期了 這時候正值小烈受傷 而且又必須跟光蝦隊拼勝場的危機時刻 自從何望加入了光蝦隊之後 勝率大幅的上升 躍升為一隻搶總冠軍的熱門隊伍 正當大家在苦惱下一站的時候 圖博士帶來了下一站的消息 下一站為高速越野跑道 以前五名的積分來定勝負 不過這個跑道也是天蠍隊最擅長的 而日本隊的剩下四台車 只有藤吉的車子完全不適合跑越野 後續的練習中 大家很順利的調整越野用的裝備 也只有藤吉一個人是非常的不順利 大家看到這個狀況也給藤吉很多不同的意見 但是藤吉愛面子的個性 這時候又顯露了出來 說他自己最清楚自己的車子 他會自己想辦法解決 當天晚上 藤吉已經開始考慮新車的設計圖 但是在基礎結構出來之後 卻沒有其他靈感再去做改良 陷入了瓶頸 隔天的練習極速眼鏡蛇 依然狀況不佳 新級的藤吉看到陰宇龍要去特訓 也希望阿龍能帶他一起去 沒想到阿龍直接打他的臉 說我要去的地方連車子都去不了 你這個富家少爺可能吃不了苦 但是經過藤吉千拜託萬拜託的情況下 還是答應了 那後來的狀況可想而知 光是爬山藤吉就吃不消了 而且也不能理解在山裡露營的生活 不過藤吉還是很努力的 跟著阿龍的特訓一起跑 這點還算是滿任命的 晚上休息的時候 他們在一起討論 月動衝鋒為什麼在越野跑道 他的表現可以這麼好 就是他有裝上了避震系統 這時藤吉把還沒確定要使用的 避震系統零件給了阿龍 隔天測試的時候 新三角界就直接大幅的進化 中午吃飯的時候 阿龍也對藤吉能吃苦的印象改觀 且主動問起新型車子的狀況 並且開始幫忙藤吉一起想辦法改良 找到方法後 阿龍便跟藤吉說我們下山吧 而且答應藤吉會幫他一起弄新車 看來阿龍的車子 因為藤吉的避震器已經完全解決了問題 下山後第一站到了土屋研究所 土屋博士幫藤吉的新車零件 做了尺寸調整 還有給藤吉一些建議 並且也給他的車子高度的評價 但是土屋博士預測這台車做到好 可能是比賽當天了 這樣會沒有測試的時間 也因為系統不一樣的關係 GP晶片也沒有辦法直接移植資料 這時候藤吉似乎想到了什麼方法 跟博士確定 當天小烈不能出賽 是不是就會缺一個位置 來到比賽當天 極速負責正式亮相 不過很奇怪的是 眼鏡蛇居然也要一起出賽 比賽準備開始 電子屏幕也的確顯示 藤吉將一個人操縱兩輛車子 比賽一開始就進入了激烈的競爭 但唯獨就是沒有看到藤吉的車子 原來藤吉在後方 讓眼鏡蛇帶領著複蛇跑 藉此讓GP晶片來記憶眼鏡蛇的跑法 領先車隊在躍動衝鋒 跟閃亮蝦子號爭第一名的時候 發生了相撞的意外 三角鍵驚險閃過沒有被波及 小豪在整理車子的時候 後面藤吉也都已經追上來了 小豪又藤吉趕緊追過前面的車子 看來他還需要一些時間 來清理他卡住的泥土 整體戰況因為這樣變得非常的不理想 第一到第四都被光蝦獨佔 重新出發的運動衝鋒跟閃亮蝦子號 是已經確定追不上領先車隊了 這時落後的藤吉有了好消息 極速複蛇已經記憶完畢了 並且開始急起直追 那眼鏡蛇也在這同時 爆炸冒險的白煙退出了比賽 把靈魂傳承給了極速複蛇 這邊看了還是讓人滿感動的 進入了最後一圈 進化者跟三小劍開始加速馬力反超光蝦隊 但是光蝦隊也不示弱不斷的反超 目前這樣的情況拼到終點 日本隊的情況是非常不利的 但阿龍相信藤吉一定會趕上來 極速複蛇在前期因為眼鏡蛇拉著 所以飽和了不少的馬力 現在整個完全釋放出來 以非常快的速度追上領先車隊 並且閃過了光蝦隊所有的車子 與阿龍一起拿下了一二名 成交了比賽的勝利 雖然說整體還是滿多槽點的 比如說這台車子似乎沒有用到三國企業的力量 應該也沒有跟之前一樣大撒幣 居然比眼鏡蛇還強 這樣子看起來他的企業可能還是需要檢討 然後隔行如隔山圖博士還是比較厲害的 不過熱血卡通就不要太過探究跟苛責了 故事講完之後我們趕緊來開箱吧 GO 好的 這個就是他裡面的零件 首先這塊黑色是他車殼的一部分 其他的部分就是在下面的這塊電鍍零件板裡 這個電鍍零件板裡面還有靜態車的樣子 像這個輪框也是靜態車專用的 裡面還需要塞專用的橡皮才能夠正常的組裝 然後這是他的紅色VS底盤 然後其他零件也是紅色的 紅色的胎皮 這個應該算是螢光黃的胎框 可是他盒子上面是算黃色的 不曉得為什麼是給這個顏色 然後他的紅色尾翼 還有一包零件包裡面附一顆馬達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貼紙 還蠻小一張的 哇非常閃亮 這個也是新版本的貼紙 好那我們接下來來幫他整模 之後再來看看要怎麼配色 為了 跟邊緣的 三個人的 我們在衞生中 這次都在配色 可以設定 nous可把蠻小火 就是別的 可以選擇 我們每一個都要 可以選擇 拒絕 好的 那我們磨整好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要開始幫他配色啦 那這一次的配色呢 我們不去幫他做一些太大的改色喔 讓他保留呢這個原本特別版的感覺 所以呢我們可以以這種相同色系的 來幫他做一點顏色的一些變化 比如說呢像這個輪框啊 他這個螢光黃的輪框呢 其實看起來非常的塑膠感喔 而且我覺得他螢光黃 搭這個車體上面啊我覺得非常不搭 所以呢我應該把他弄比較深顏色的金色吧 黑色紅色銀色金色呢 搭起來是還蠻好看的 然後呢這個紅色的部分啊 也是塑膠感很重 所以呢我以他為基礎 再把他疊一層紅色上去 讓他的顏色呢變得更深 而且看起來呢 也不會有這麼多塑膠感跟塑膠紋路喔 電鍍零件的部分呢我們就不動 然後呢我有去查一下 他這個電鍍零件的顏色 在靜態車還有他藍色那台車上面 他有幫他做一點塗裝喔 但是呢我去查這台黑色的版本的官方作例啊 他是不塗那些顏色的 感覺他是想要特別的凸顯呢 黑色跟銀色的一個搭配喔 不要有一些其他什麼金屬藍啊 金屬綠啊金色啊在裡面 就是一個很純粹的一個銀色跟黑色的一個對比 那我們就照光黃黃原本的這種理念啦 來製作他 所以呢銀色電鍍鍵我們就不動 那黑色的部分呢 其實他黑色已經夠漂亮了 不過還是能看到一些塑膠紋路 就是他那些鑄模一些流動的一些紋路 所以我會跟紅色一樣就是以這個為底 然後再幫他上一層亮光黑上去 這樣子呢就能蓋過這一些 看起來不好看的塑膠紋路 好那導輪的部分呢 我們也跟原本的一樣 就是用黑色的 就是一樣把他上一層亮光黑 好的那配色完畢之後呢 我們趕緊的把他洗一洗 上沙拉脫水 全部把他丟進去 好給他泡一下 下來把他晾乾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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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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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agn感 拉脫水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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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溫烤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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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那我们的漆都干了 接下来不是先来贴贴纸 而是先要来帮他组装 这应该算是第一次帮一班车 组装这个车壳的部分 感觉还真的蛮新鲜的 好 我们先把这个组装起来 好 组装 好 我們的初步組裝完畢喔 然後用我們的布呢把上面的指紋插一插 光是這樣裝起來啊就是非常的帥了 真的是坐這個車啊 這麼久以來 第一次感覺到這種滿滿的誠意喔 而且他是一般車可以跑的殼喔 然後裡面這一塊呢應該是要裝那個靜態車的 所以這塊是用不到 然後後面這一塊是最後把車殼跟底盤裝起來這個零件 好那我們這個組裝好之後呢 我們接下來就可以來幫他貼貼紙囉 好的我們的車殼已經貼好啦 這台車是真的有夠帥的 他的貼紙雖然跟之前那個眼鏡蛇一樣有很多的弧度喔 不過這個真的非常好貼 不會有一些作折的狀況出現 而且呢他的那個貼紙剪裁是非常的棒喔 那我們自己把它貼完之後呢會有感覺說 原來為什麼官網的製作啊 前面都不上顏色 因為這把它上了顏色之後 整個的色調啊就會跑掉了 維持在這種黑銀的狀況啊真的是非常的帥 然後比較納悶的是呢他尾高的這個貼紙啊 那我只有貼一邊喔 他的貼紙是你必須要自己用筆刀把它給割下來的 這個地方呢我覺得蠻不貼心的 為什麼不原本就把它割好這樣子 我覺得是完全不輸給那個原版的顏色喔 真的是別有一番的風味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來把它的底盤也把它完成 好的我們底盤也組裝完成 我真的是第一次組這個 這麼紅的底盤喔 原本底盤的顏色呢就是比較 偏 淡紅色 就是有那種很重的塑膠感 然後我們這次呢把紅色再把它上上去啊 讓這個紅色感覺看起來比較沉喔 也不會看起來這麼的虛 我覺得這個效果呢還蠻不錯的 好我們接下來進行最後一步 來把它合體 好的我們的極速複捨 黑色特別版完成 哇這個真的是好帥啊這台車 而且我真的覺得這個配色啊 看起來真的是非常的棒 然後輪框呢把這個 螢光黃改掉喔 這個金色也是非常的好看 然後呢這台車其實前面 中間這裡啊 有一塊GP晶片 不曉得大家有沒有發現喔 但是這個裝上去之後下面是鎖起來的 所以就沒有辦法把這個翻開再給大家看 然後呢這個鎖屁股的地方啊 它有附給你一種這種正常的 所以你如果不喜歡裝這個的話 也可以裝這個 不過呢我想大家都會來裝這個才對喔 這樣看起來啊非常的高科技喔 真的是有夠好看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呢 來把這個殼 拿去噴保護器 我們等一下換個角度來看 好的那我們的保護器已經乾了 你看喔這個保護器下去之後呢 哇整台真的這麼亮啊 真的是有過吸睛的 尤其他電鍍零件呢 噴上了保護器啊 比原本的電鍍零件 還要再更亮了一些 好我們來轉一圈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 是旁邊看到的是這個輪框啊 我們從原本那個很奇怪的螢光黃啊 改成了這種 金色 果然呢跟想像中一樣 就是非常的好看 然後呢 是他的背面 這塊鎖後面呢 真的是長得很特別喔 造型非常的奇特看起來很高科技 那這邊的話呢 我覺得美中不足啊 還是這顆馬達的顏色啦 我有想說乾脆把它拿掉呢 會不會比較好看一些喔 好那這台車的貼紙呢 都是很好貼的 而且不多 那這台車做完呢 感覺是非常新鮮喔 因為是第一次 做這種可以跑的車子啊 還能夠有這麼多零件的分件 我覺得真的很棒 就讓車子呢 不會像其他台一樣 只是一塊塑膠而已 而是有更多的一些紋理啊 還有一些細節喔 真的是非常的棒 不曉得這台車還能不能買得到 這台我還蠻早之前買的 如果還能買得到的話呢 我還希望再買一台來收集 好的那麼以上呢 就是我們今天所做的 極速複蛇 偉高模型 黑色特別版 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謝謝你幫我點個訂閱 給個喜歡 然後可以在下面跟我留言 做交流 感謝大家 掰掰 看著人家 那邊 可以 我們家 下次再看 來吧 把